在BD版中最厉害的僵尸是 超级强大之尊威风精良的 军力打机械僵尸 这个没正义吧 那和萝卜做的 另外两个游戏中最厉害的僵尸相比 哪个个厉害呢 先来看看PVZBD版 最厉害的僵尸应该是它 阳光消耗1万 生命值2万 而普通竟然僵尸需要800的血量 名字不知道 就叫它机甲僵尸吧 来看看它的攻击方式 第一个 突破球 造成AOE的伤害 为中心驱离敌人造成的伤害最高 这几秒居然 第二个 手炮 把手变成导弹一样发射出去 每个能造成223点的伤害 第三个 剑踏 从地上踩一脚 造成发尾性伤害 中心区域的敌人 受到最高伤害 三个技能都很简单 但威力很大 再来看看PVZBD 最A版的 阳光消耗也是1万 右手机枪 左手一个球 背上背着两个大炮 像个螃蟹一样 攻击方式是这样的 也是三个技能 用刷子关枪 嘟嘟嘟咚嘟咚嘟咚 左手召唤各种各样的僵尸 背上的大炮一次性发生6个炮弹 接下来看看PVZBT版的 根处折僵尸 刚刚错了 是他 阳光位置超级巨大 前两个不知道是人是鬼 但根处折能看到驾驶室有个僵博 他用4个技能 装手机关枪 右手挡弹 虚空召唤僵尸 踩踏 就凭他召唤的这些僵尸 一般人都打不过 自信对比他们仨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不愧是出自同一个作者的 那他们三个到底谁够厉害一些呢 比肯定是变不了的 只能根据遗祥和打僵尸来看 我头BT版灯跟出这僵尸一票 你们呢 你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